哈囉大家好 今天不做咖啡 來跟大家玩一下別的東西 前一陣子有一個網友 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 問我什麼時候要做鬆餅機影片的續集 那為了避免有一些朋友 不知道我跟鬆餅機的關係是什麼 我在這邊簡短的介紹一下 2019年的年初 全聯他們推出了一個集點換購 丹麥Bowden的一些生活小家店的活動 那那個時候我換了磨豆機跟鬆餅機 那磨豆機就先不講了啦 鬆餅機呢 其實我拍了前前後後拍了兩三個影片 第一個影片是我老老實實的做鬆餅 結果沒有人要理我沒有人要看 那一個影片底下有一些熱心的網友就跟我說 全聯他們當初有說 那台鬆餅機不只可以做鬆餅 還可以做蛋餅、荷包蛋、薯餅這些東西 那我就真的開始做了一個影片 是在做蛋餅、荷包蛋這些東西嘛 結果呢 就是非常多的人看 對我來說啦 因為我的訂閱次數不是很多 所以可能二十幾萬個人看 我就覺得非常多了 那一次之後呢 就是 終於開始就是比較多的 可能聽得懂華語的 聽得懂中文的朋友 開始會看我的影片 所以其實嚴格來說 我現在可以在影片裡面 一直做中文的影片 都是要歸功於全聯 那個時候有推出這個活動 跟那一台鬆餅機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來做他的續集 可是我後來想一想 如果一樣的機器拿出來做一樣的事 好像有點無聊對不對 所以我這一次呢 就是有跟老闆娘的妹妹 借了一台利克特 日本利克特的這台三明治機 簡單來介紹一下它 它是一台單人的三明治機 他們公司主要都是推出一些 給自己一個人住的 或是一兩個人夫妻這樣子 住的一些生活的家電 那這一台是他非常有名的 一台三明治機 打開呢 裡面就是一個烤盤 然後你可以把你喜歡的食材 放在吐司中間 然後把它夾起來加熱 變成一個熱壓三明治 我知道這種東西 其實非常多的人家裡面都會有 不管是不是這個品牌 但是呢 應該會有很多家庭會有一種現象 就是說 三明治機也好 松明機也好 或是一些比較高階的 帕尼尼的機器也好 就是你買了之後很信聰聰的 做了兩三個禮拜的東西 你一定會吃膩 那後來呢 吃膩之後 這台機器就被你丟在你家的 廚房的某一個角落 很佔空間嘛 對 所以我這次就是這個影片 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不要被這個機器 它字面上的意義給侷限住了 雖然說它是一台鬆餅機 但是嚴格來說 跟我上一次做鬆餅機的影片一樣 它還是一台多功能食物料理機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我幫大家規劃了一個 算是有點小的海陸套餐 給單身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的 單身狗們可以參考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也當過很多年的獨居單身狗啦 所以我可以體會你們的痛苦 就是沒有廚房 沒有人跟你一起吃飯有點痛苦 然後可能有時候想要在家裡 簡單弄個東西 就只有泡麵可以吃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為了感謝我 那幾年當單身狗的日子 我要來做一個這樣的影片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食材 那在這之前這台機器你可以先開始加熱 節省時間 我今天主要要幫大家做的是一個漢堡 那所有的材料幾乎你都可以在全聯買到 我沒有要幫全聯打廣告的意思 只是純粹是因為當初它的影片讓我被大家看到 所以我這次為了懷舊 我又跑到全聯去做了一次大採購 對那現在就開始來幫大家準備食材 首先你就是要有一套廚具 最簡單的一把刀子一個砧板 這刀子其實我要特別講一下 這刀子是我大概五年前在大創買的 我一開始想說這刀子就是用一用 壞掉就丟掉了 結果它五年多了還沒壞 我覺得還蠻厲害 就是你要磨它還沒有壞 那我們在做漢堡的之前一定會有很多準備的工作 所以為了不要浪費這段時間 我們趁這一台鬆餅機它已經熱了 我今天在全聯買到的這個淡菜 俗稱淡菜孔雀閣 那它其實比較正式的一個名字叫宜貝 它是在地中海周圍很平民化的一種食物 它並不是很高昂的一種料理 那這個東西要調理的方式呢 其實就是吃它的原味就好 最簡單的就是你把它放進去 放到三明治集裡面放進去就好 放著呢 那如果你覺得它原味有一點 可能帶有太多的海鮮的味道 你會擔心的話 這邊有一個很好的小技巧 你去拿一塊奶油 這奶油是安家的 全聯一定都買得到 那不管你是要用哪一個品牌的都OK 我用的是無鹽的啦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你在加鹽 它本身是海裡面的東西嘛 再加鹽會有點太鹹 加一點點就好 直接放在它的肉上面 這種淡菜呢 它是算是幫你剝開的 叫做半殼淡菜 我一樣在全聯買的 是蒸鮮 壽司的那個蒸鮮 他們所做的 然後它來的時候是真空的冷凍包裝 你要做解凍才可以這樣子去調理 然後如果你還是害怕它的腥味太重 用胡椒簡單的調味一下 現磨的胡椒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香氣很夠 但是它不會太辣 都做好之後你把它蓋起來 我們就可以一邊等待 一邊來做我們該做的事 好 現在呢 我在全聯一樣買到了一塊漢堡肉 是這一種盒子的 在冷凍櫃裡面 漢堡肉排 然後它裡面是五片 只是我為了要拍影片 先把它拿出來稍微解凍了一下 那我建議做這種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用的是冷凍的肉類 最好就是把它從冷凍放到冷藏 放24小時 對那一般我們今天影片就是做給單身口看的嘛 你們可能沒有冰箱 就只能買回來馬上用 對我們直接用沒有解凍的那麼透徹的一個肉來做 好不好 一般漢堡肉裡面會有很多很多部位的肉 那它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它的油脂量其實都非常的足夠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有比較豐富的味道 尤其是有時候我們在煎牛排的時候也是會放奶油嘛對不對 你一樣齁像剛剛一樣 如果你的奶油是有稍微解凍的話 你用刮的 用你的刀子刀尖的地方 刮成這樣 對一點點就好 放在旁邊稍微讓它軟化一下 奶油整塊的軟化速度會比較慢 放在這樣就軟化的比較快 然後 鹽 我是比較喜歡用玫瑰鹽 就是你們俗稱的玫瑰鹽 那我們就是覺得是鹽鹽 我們在稱呼是鹽鹽 石頭的那個鹽石的鹽 它就是鹽礦 像我們台灣大部分用的是海鹽 就是從海水裡面去體練 鹽上去之後呢 你的奶油就把它稍微抹一下 不一定要抹開喔 中間有就好 因為你等一下加熱的時候它就會散掉了 然後它會混合進 漢堡肉排裡面的 那些組織跟孔洞 接下來 胡椒 一樣用胡椒 如果你今天是自己住 你沒有辦法買到這麼大罐的胡椒 買那種小罐的 已經磨好的的話呢 放少一點 因為這種胡椒它的香氣比較夠 那它給你大量的香氣 不會給你很辣的那種感覺 那 就稍微等它表面 稍微吸收一下 接下來呢 這個部分做好之後 你的蛋菜就差不多OK了 打開來檢查看看 它有時候會黏在上面 好 那如果你發現呢 它的那個周圍的汁液已經非常多 其實這個東西已經差不多要OK了 我們拿一個盤子把它裝起來 因為海鮮類的東西 其實它 不是說沒有要讓它熟 它加熱的時間真的需要比較短而已 拿起來就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 這個現在還非常的燙 我先放在旁邊 然後 最重要的就是 你現在要開始做的時候 這個雖然是 不沾的塗層 可是 一般來說 牛肉 牛排之類的東西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多少放一點薄薄的油 不管是奶油還是橄欖油都好 那我個人呢 是比較喜歡奶油跟 肉的那個油有一個明顯的區隔啦 所以會有一個 比較多元的風味 稍微把它推開 薄薄的就好 薄薄的鋪平在第一層 因為等一下漢堡肉上去 還會有非常多的油跑出來 所以你這個時候不用放太多的油 主要是它的味道而已 而且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剛剛漢堡肉上面還有抹奶油 漢堡肉解凍之後 通常會比較容易碎 所以你拿你的刀子 比較寬的刀子 這樣拖著 然後把它移過來 移過來放下去 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自己在家裡做菜 聽到這個聲音就是覺得很爽 接下來蓋起來 讓它上下層都可以稍微加熱一下 很多人會覺得說這個上下層沒有壓著 可能不會那麼均勻 但是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一般 我們在外面吃的漢堡肉 它是只用鐵板再加熱 只有單面而已 它還是需要去翻動它 這樣子已經比平底鍋 或是鐵板加熱好很多了 漢堡肉已經完成了嘛 那我們接下來的麵包要怎麼處理 總不可能說你要自己做麵包吧 對不對 我幫大家做了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就是這個 現在全聯有在做一個跟Skibi花生醬的聯名活動 我相信已經快要到尾聲了 因為現在已經剩比較少的產品了 但是呢 這東西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就是說 今天 現在台灣很流行花生醬漢堡 其實這個已經是很普遍的東西 可是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台灣還蠻流行的 它已經幫你塗好花生醬了 你就不用再額外買一些花生醬 對 那還有嘛 就是 在我的影片如果你希望看到什麼太正經的東西 那你就錯了 包含 我現在撕不開也是一個 我的影片的一個大特色 這個是銅鑼燒啦 後面這個脫氧劑不要吃喔 吃了會死人的 拿走 這個時候 銅鑼燒通常會黏得比較緊 你拿一個刀子 慢慢的從邊緣去撬開它 就跟交女朋友一樣 不要急 慢慢的培養感情 如果它終究會跟別人在一起 那也是沒差嘛 至少你享受到那個過程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它裡面 現在裡面的狀況就是 它其實是一層花生醬 然後加巧克力 我是覺得這樣的搭配應該還不錯啦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放在旁邊備用 那現在牛肉呢 已經非常香了 拿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呢 你就會發現 上面這邊其實沒有什麼 太過於接觸到上面的烤盤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是 來把它翻面 翻面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這個矽膠的刮刀非常好用 建議大家都去買一個 你把它從下面拖起來 然後上面壓著非常快速的這樣翻個面 這樣OK了齁 這個時候不用蓋起來 有一個秘密武器來跟大家講 我們一般在外面吃的漢堡 最重要的其實是它裡面有一個靈魂 是一個起司的味道 幫大家找來一個一樣在全聯買到的 切好的Mozzarella Mozzarella的起司呢 其實這個已經算是相對在台灣 比較有名的起司種類 很多料理節目 它都會用到這個 尤其是義大利的一些 瑪格麗特的披薩 他們會用這種Mozzarella的起司 只是稍微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放在披薩上面的起司 如果是那個起司絲有沒有 焗烤的那個起司絲就是比較乾的 那原本他們放在瑪格麗特的 Mozzarella的起司是含水量非常多的 沒有脫水的 然後這時候你就要稍微把它的邊緣修一下 因為它的面積大過於這塊漢堡排 修完之後呢 這塊不要浪費 一樣放回去 等一下還可以放進去 它快要OK的時候 這個起司就可以放下去了 輕輕的鋪在上面 然後不要再蓋起來好不好 你等一下起司會全部黏住 就這樣慢慢等它融化 我們就先來試吃一下 這個淡菜 沒有放鹽是對的 當然不可能到太高級 不要想 但是不會太差 以一個單身狗來說 在外面可以吃到這種東西 已經算非常棒了 其實在鏡頭前面就不要這麼野蠻 我先用夾子把它夾起來 嗯 好 現在來跟大家講 這個銅鑼燒拆開 有一面沒有LOGO 有一面有LOGO 對不對 這個是烙印上去 這個當底部 這個在上面吃了才會熟 放在底下 你現在的漢堡排已經差不多要OK了 等到它起司貼上去之後 就OK了 不要急 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需要一個關鍵的東西 就是一顆蛋 雞蛋這個東西 我上次鬆餅雞的影片已經教大家做過了 只要你裡面的油是OK的 油溫夠高 那如果它的鐵芙蓉塗層呢 還是OK的話 你可以更不用擔心 只要它夠熱的話 直接打進去 直接把它蓋起來 慢慢加熱 接下來繼續做我們的事 到這邊其實整個步驟已經插那顆蛋了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個起司不用等它完全融化 來我們先把盤子拿過來 然後這個東西呢 你就把它拿到盤子上 陶瓷的盤子喔 很關鍵 為什麼一定要陶瓷的盤子 就是因為我現在要做的這件事 其實它還沒有很完整的焦化對不對 這個時候 一般單身狗比較不可能會有這個東西啦 除非你剛好做水墊 這個是料理專用的 不是水墊專用的 起司上面如果你要有一點焦焦 類似焗烤的那種樣子 就是這種 上面燒一下 燒一下不要單點燒 均勻的去燒 然後你會發現它一開始油脂會先被你烤出來 烤出來之後你再繼續燒下去 就會有一點那種 焗烤的那種焦的東西出來了 那它其實是一個香味的很重要的來源 這樣就OK了齁 給大家看一下 盤子會燙喔要小心 來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像焗烤的披薩或是義大利麵 這其實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只是一般 如果你沒有很專業的廚房或是廚具 比較可惜啦就是做不到這樣 那現在我們就是要來關注我們的 荷包蛋做好了沒 來 看 還不錯吧 這時候插頭拔掉就可以了 金屬的夾子沒關係 輕輕的從邊緣讓它翻一個角上來 翻上來之後你就可以用這個刮刀把它整個挖起來 把這個蛋現在非常的燙對不對 你直接把它蓋到剛剛的起司上面 再讓起司去適當的軟化 用手稍微的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子不好看 或是你今天做這個東西是要給女生吃的 給你喜歡的對象 你就邊邊稍微把它修一下 那如果你只是一個人要吃的啦 就不要管那麼多了好不好 放著就好 最重要的一部分 上面這一塊 選一個你想要的方向 不管你要放什麼方向 你把它 組裝起來 稍微壓一下 稍微壓一下可以幫助它 更加的附著在上面 好不好 這樣子呢 今天的 一個漢堡 就完成了 等一下來試吃喔 我先整理一下 然後順便讓起司軟化一下 那我現在都整理好了 我就要來專心吃我今天這個漢堡 今天其實 這個漢堡的組合啦 用銅鑼燒的外皮去做的 其實我以前也沒有吃過 我只是今天在逛全聯的時候 突發奇想 一樣要用花生醬 我這樣做就可以少買一罐花生醬 對然後我現在就來試吃看看 我覺得我真的是天才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太好吃了 對它有別於一般的花生醬的漢堡 一般花生醬漢堡外面的那個麵包 它還是麵包 對麵包就是麵包 但是我今天做的這個呢 你如果說 它是一個創意料理 也OK 因為畢竟我本來就是充滿創意的一個人 然後它的外面的甜呢 銅鑼燒的甜嘛 加上花生醬的甜 剛好去中和我們的起司 還有牛肉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算起來也是非常棒的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啦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這邊的分層呢 第一層是銅鑼燒嘛 那底下這裡有花生醬 接下來是雞蛋 它半熟的狀況 其實是非常完美的 然後起司 剛剛有看到千絲嗎 這個就是Mozzarella的最大的特色 它熱的時候是會變這樣的 是要拉多長 Mozzarella熱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然後底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是肉排嘛 底下然後銅鑼燒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搭配 我真的覺得我不去做這種廚師啊 或是美食頻道有點可惜就是了 我放起司真的很厲害 對整個味道就是加到100分 然後再加上我的廚藝就是超過100分這樣 所以我今天在做這個影片本來有想要用和牛對不對 因為想說 現在的人就是喜歡看一些炫富的片 然後啊 我本來想要用鬆餅機做和牛 結果發現我買不起和牛 因為它真的有夠貴 對那我也不好意思說 為什麼買澳洲和牛啊 來充當漁木混珠嘛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不然我就回歸到最原始的 最平民的一個路線 就是單身狗一個人 在陰暗的房間裡面 覺得很傷心 然後想要做一些 莫名其妙的料理給自己吃 只是 因為是我做的 所以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這麼好吃啦 我覺得我賣這個應該會大賣耶 我沒有騙你 對我真的覺得我太厲害了 我也要開一家店 全部都放鬆餅機跟三明治機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它就可以完成 所有我需要做的東西啊 超過100分真的 就這樣 掰掰 掰掰